今天的发烧话题我们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 最近在印度等地流行的新冠新型变异株XBB.1.16 被广称为大脚新 是Omicron亚变种重新组合或者是混合的新病毒 而国内呢上桌在边境就拦截到了11例 感染了这种新病毒的境外一路个案 症状大部分都是发烧咳嗽流鼻水等轻症 而且大部分呢是从日本还有泰国入境 新冠病毒又出现新型变异株XBB.1.16 是Omicron的亚型变异株被广称为大脚新 目前全球占比4%在美国占比达7% 国内上周边境拦截境外一路有44例感染XBB病毒 其中就验出11例感染XBB.1.16 累积国内已有14例境外一路个案感染这种病毒株 来源国主要是日本和泰国 没有导致说更严重的病症 而日前XBB.1.16在印度大流行 有欧美专家表示XBB.1.16 比起其他变异株更容易诱发结末炎等症状 不过目前台湾的境外一路个案 症状多为发烧流鼻水等均为轻症 并未出现结末炎 次世代疫苗很不错的一个保护效果 各其他地方会跟印度一样这样大为流行 那这个其实也还要再看 不止新冠疫情还有喉豆疫情近来也引发关注 一名网友在爆料公社发文表示 有外籍女看护只跟阿嬷待在家 以及出门买菜却被传染喉豆送医 但遭到指挥中心驳斥是不实谣言 检验阴性而排除喉豆 散播不实谣言可依法开罚 而新冠防疫下半场 过去几周指挥中心有六项盘整工作 至于指挥中心降级或退场 预计4月底到5月初就会实施 不过疫苗加一活动 指挥官网必胜认为不理想 将在30号整理数据 研绎是否进一步推广或进入常态化 让民众依正常管道施打 记者杨翔宇 陈建国台北采访报道